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国必须将自己的想法最快最有效的应用到战争中去 因此很多想法都能在最短时间内被军工验证实践 而拥有大批科学家的德国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过战争的听评最终没有倾倒向德国 传闻为了保卫这些科学家作为再生力量 德国政府使用了20多艘潜艇将这些科学家运往了南极的秘密基地 关于这件事历史上还真有一些线索 首先第一条线索就是前苏联在攻占德国北部的罗斯托克港口时铺了个空 而根据之前的情报来看 这个地方至少应有潜艇20艘以上 据当时俘虏的德国守卫表示 他们当时阻击的目的就是保证港口内的潜艇离开 这一点线索足以说明德军的确有开走多艘潜艇 至于潜艇中到底装了什么就无从考证了 第二条线索就是二战后前苏联的核潜艇多次在大西洋遭遇库瓦克里现象 所谓库瓦克里现象指的是海中一种高速移动发出库瓦声音的不明物体 虽然有人猜测它是冷战时期敌对美国的探测装置 但是美军一直不承认有这种装置 因此一些人就想到了那些消失的德国潜艇 不过这一点仅限于猜想并没有证据 第三点就是1947年美军专门派出过一支八十余人的部队 去南极考证所谓的德军的秘密基地 但是最后仅剩两人生还 而且生还两人都已经神失常 由于当时探索南极风险太高 再加上美国本土没有受到威胁 所以后来美国就没有再派出后续部队寻找了 但是关于那些失踪士兵的去处至今是个谜